赵仪泰 这次皇后娘的玉玺 上下都得格外当心 尤其是饮食上 除了御膳 备膳的厨子 还有你和我 旁人不许经手 连连心都不能吧 人越少 越干净 还有 太医院几位德高望重的太医 一日三次轮流伺候着 一切都只为皇后娘娘 平安诞下皇子 行 进去吧 怎么样 回夫人话 从胎像来看 十有八九十个皇子 谢天谢地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苏烈 打赏 是 快给其他医次做 臣谢皇后娘娘恩典 来 这一步 帝太医 皇后娘娘 从目前来看 您的胎像虽好 可是从脉象来看呢 续化无力 脉系如斯 臣以为 难道 龙胎不好 其太医 您可别吓我 是这样 夫人 皇后娘娘 已不是玉玺的最佳年纪 又因端会太子之轰 忧思过度 这些年神死操劳 导致体质虚弱 虽然微臣一直用药 为皇后娘娘催孕 但是您在玉玺之前 日夜事迹 劳累过度 这便是玉玺的时间不太对 你只要告诉本宫 能不能保住龙胎 当然哪 但是皇后娘娘 玉玺刚足三个月 未免母体孱弱 以致胎而不保 臣打算稍爱保胎 稍爱保胎 是 那必是有华胎之相啊 是啊 娘娘不要着急 臣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只要是能保住龙胎就好 那 那皇上那儿 您放心 臣会暂时替您隐瞒的 不 齐太医 您一定要让皇上知道 皇后娘娘替皇上怀嫡子 有多么辛苦 多么艰难 即便您要稍爱 也必须皇上在侧陪伴娘娘 让皇上亲眼看着娘娘的辛苦 这样皇上才能对这孩子倍加重视 岂如明白 皇后娘娘 臣告退了 有劳您了 齐太医 您可千万要记着 皇后娘娘腹中的龙胎 不仅干系着傅茶室的满门荣耀 也干系着您的身家性命 您可务必仔细着 是 是 是 额娘 您又何必吓唬其辱呢 她做事也算当心了 我不是要她当心 是让她拼着性命护着你们母子 皇后娘娘 您的年纪不小了 这一胎若不能保护 保证母子平安 往后咱们傅茶室 还指望什么呢 咱们傅茶室的一切 就全指望着您这一胎了 我明白 我一定会生下嫡子 不让皇上失望 也不让额娘和傅茶室全族失望 我以为皇上的心思有 皇上要不是 皇上的心情 皇上的心思 还不让额娘和傅茶室全是 皇上的心思 还不让额娘和傅茶室全是 皇上也不让你 皇上不让你 皇上也不让你 而皇后怀有龙胎 若是皇后生下第一次 那朕就什么都与我们无望了 皇后生难生日还未可知 诸如可现象反而在遇行 皇上可还是去长春宫 皇后这一胎怀象不太好 朕有点放心不下 是 皇后 停 什么声响 仿佛是北琴 宫中会有北琴的 唯有嫁妃娘娘 有个地方 有个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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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